高空俯瞰枕東建築物被灰色煙霧纏绕 新北深坑大火隔了一晚 空气检测品质合格了 但还是闻得到残留下来的刺鼻气味 新店地区的这个空气品质感测器 它的立状污染污染的浓度 大概有较高到50到60微克每立方米 那我们有大概透过这个大气模式这个分析 我们推测这个来源是来自于 这个深坑地区的火灾的现场浓烟 新北首先测出超标 晚间八点深坑偏2.5浓度 严重超出每立方公尺35微克的标准 达到50到60微克 新店也随后测到66微克的峰值 随着臭位飘散 警铃的北市也被波及 但北市环保局表示 监测数值一直都在合格范围 因为这个空气品质的标准 没有错位这个事情 错位这个东西这个预值很低 就是你有点味道 我们就皮子马上会闻出来 所以他刚刚可能闻到臭味 但是并不代表说 他空气品质不符合标准 就在深坑隔壁的文山区 首当其冲 正大木炸仅美跟万龙 扑比而来 像是烧塑胶的臭味 周边的中正万华新一大安 甚至是松山都有民众回报 臭味闻到头好晕 一旁的钟永和直到隔天上午 都还在发出空污的紧急通知 今天白天之后垂直稳定度 因为太阳照射之下 垂直的扩散条件会稍微好一点 那明天东北季风增强之后 那风向改变风力也会增强 预期也会改善影响 气氧鼠观察事发当晚 吹微弱偏东风 污染物向西扩散 虽然大气稳定扩散范围相对不大 但也代表污染物沉积 再加上盆地地形消散不易 空气污染物扩散范围 遍及整个大台北地区的中南部 民众可得特别留意 民众优优优独播谈讯好台北报导